你们听我的来成都一定要吃这家火锅店 竟然还有卖煲鲍鱼的 好 回过您 爆米花是免费的 这个炒饭非常好吃 有个这卵子菜吧 都是我吃过的 丁加坡洋芋吗 我好像那个什么投资人来试茶一样 长中宝有没有 长中宝有没有 我们直接去点菜 赛哥 我要一杯爆炭柠檬茶 很快啊 谢谢 我仿佛回家了一样 我点的每一道菜都是不点的 全部乘以二 糕子先上来了 这个是鲜肉的 有没有人在火锅店吃过糕子 蛤 我们今天为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酱肉包 我走的时候觉得要打包子 我之前一直觉得火锅店的甜品都是噱头 但是这个不输任何甜品店 这个上面还有一整只梦咯 这个是碗粥铁铁 粉蒸肉 真的啊 这个好好吃啊 上面打底的是奶瓜 还有排骨 粉蒸排骨 这些看全部是我在旁都吃不到的 火锅先不慌 这个是掌中宝 蜂蜜芥末味的 它特别香特别肯 我每一次吃他们家都要给你们 有个是藤铁椒那边啊 看起来非嫩白嫩的 可能算30秒不然就会老了 尝一口 它吃起来口感是贵贵的 然后有那个青花椒的香味 具很好吃 这是鲁获的虎鸡碰爪 好多味啊 因为我们就脱骨 这个煮在火锅里面非常细味 不仅外面这层皮是软爛的 连里面掌中宝这个筋的部分 都是软爛的 他们家鱿鱼都是用米汤泡的 好大一坨 这是章鱼吧 这个看起来上个甜点的东西 是鱼豆花 这个我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吃到过 反正吗 吃吃来 简单 干脆 鱿鱿鱼出来很大一坨 好胖 就是刚才那个 乱制裁炒饭 其实这个炒饭本身就很丰富了 但是肉是不会咸多的 鱿鱼汁汁香味 而且一点都不行 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的 鱼豆花特别嫩 它比普通那种老豆花 要嫩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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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人冻一样的 吃火锅必须要用完米饭来结束的 等下火锅肉可以来尝试